今天是iOS的头脑体操篇 如果有一个字串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我们要把每一个文字都翻转成这个样子的话 要怎么做呢 请大家暂停这个短片 自己先做做看 好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都想过 都做过一遍的话 我就来做出这样的效果 我首先来试一下 如果只有一个文字的话 要怎么反转呢 比方说 我有一个文字 Hello 存进常数 Let hello string里面 如果要翻转这个文字的话 方法是先呼叫这个字串的reversed方法 好 然后把这样翻转的文字 拿去建立一个字串 这边写string 建立一个字串 最后把这个字串印出来 这个就会是翻转的字串了 像这样 好 那如果把hello string里面的内容 换成我们的目标字串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会有什么结果呢 像这样 把它贴到这边 结果就是字串真的翻转了 不过 不过跟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太一样 我们要的结果 是单词的顺序一样 但是单词里面的每一个字母 顺序要翻转 这个做法就有点复杂 想法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依照空格 把每个句子的单词 都拿出来 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然后分别让阵列的每一个成员 也就是每一个单词 都翻转 翻转之后 再组合成一个字串 比方说 我来写一个韩式 funk 韩式的名字是 reverse string 好 那他接受一个参数 str 就是string的简写 这样 那 行别是字串 就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韩式 会回传一个字串 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韩式 给他一个字串 当作参数 他就会回传 我们想要翻转的 这个字串的结果 好 那里面 我就先把我的想法 我就是先依照空格 我们来把句子中的 每一个单词 都拿出来 存在一个阵列里面 我先呼叫 字串的split separator 这个方法 那分割字串的separator 我就写 空格 好像这样 这样子 就会以空格 当作分割点 把句子的每个文字 切分 然后这样做 会回传一个阵列 我们就把这个 切分好的文字的阵列 存进常数 let parts 里面 然后分别 阵列的每个成员 我们就要把里面的 每个成员的单词 都来翻转 要把阵列的每个成员 都拿出来 做些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用 阵列的map方法 所以我呼叫 parts 这个阵列 的map方法 那这样 我每次拿到的参数 我就用0代替 这个是每次拿到的字串 我都给它翻转 reversed 然后跟上面一样 把这个翻转的结果 当作参数 来产生一个字串 像这样 这样子就会把 每个成员翻转 并且把这个翻转的结果 存进一个阵列 会回传一个阵列 我们就把这个 翻转好的 字串的这个阵列 存进常数 let reversed 里面 好 那最后 把这个个别 已经翻转过的字串 重新组合 成一个新的字串 我来呼叫 reversed 这个阵列 joined separator 那separator这边 我就填入空格 这样 这样就会把 reversed 这个阵列里面 所有的字串 再组合成一个字串 每个成员的中间 我就加入这个 空格 当作分割 所以最后 把这个结果 回传出去就好了 这边我加return 好 我来使用看看 这个方法 我来呼叫 reversed string 参数呢 我就把这个字串 当作参数 给它 这样 这样就会得到结果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结果 印出来 所以执行的话 就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知道大家都做出来了吗 有很多种方式 都可以做出来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用回圈 来做也会成功 不过这个范例里面 用正列的 map 方法 来取代回圈 这是大家可以学习的方法 另外自串的 Split Separator 这个方法 可以用某个自串 当作切分的标签 来切分自串 自串的 Join 方法 则是相反 把自串的阵列 再重新组合回来 感谢大家 收看这个短片 希望这个短片 对大家开发iPhone程式 会有帮助 也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我在Facebook 有一个粉丝团 也欢迎大家加入 每天在那边 我都会分享 我新学到的iOS开发技巧